10月16日,荣佐尔,周博豪利萨艾斯等出席某酒会 以压周的荣佐尔第一声登场中门大开 只言很需要勇气 话虽如此,不过对于演唱会的装扮 荣佐尔却毫不设限 我觉得在舞台上面 那个接受度会更高 因为毕竟在舞台上面 我能够接受自己有一些比较性感的穿着 但是也是需要一定要安全 现在成了尺度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向男友报备 到时候通货不了可就糗大了 其实工作我就比较少 就是我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如果连我自己也觉得不舒服的话 那什么人说也没关系 看来霸气的荣佐尔在男友面前 也是绝对的女王 香港电视获取免费电视牌照落败 泰荣佐尔也大感可惜 我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作为一个观众 我希望看到很多选择 我可以有更多的节目给我去欣赏 最近不听各地飞的周博豪透露 新电影将开拍 不过一向帅帅的他 这次却扮演一个其貌不扬的角色 看来娱乐圈不止美女爱伴丑 帅哥也有这个偏好 没有所谓啊 因为只要能够有这个很好的机会 我就觉得就足够啊 我会演好啊 我不介意什么其他的化妆啊 或者是剧情里面有什么 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 我也不理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